这里不少同学会觉得第一个简单 第二个不太会用 怎么回事呢 原因在于词性不一样 好 一看同学都知道 like叫喜欢 而这个like怎么回事呢 好 和音词like 大家伙都清楚 它的第一意思叫喜欢喜爱 是不是 动词呢 第三成单数需要加个s 都做likes 举例说明 她喜欢我 she likes me 这句话主为宾结构 是不是 由于主以为第三成单数 所以说动词加了个s 这里是没问题的 再看下个句子 汤姆喜欢赶时髦 Tom likes to be fashionable 好 汤姆是主语 喜欢是位语 汤姆也是第三成单数 所以说动词加了个s to be fashionable 是动词不定是作为了几个动词 like的宾语 fashionable作为形容词 叫做赶时髦的 时尚的 而如果出现这个结构的话 同学注意啊 like除了有喜欢之外 它还可以作为借词 翻译成像什么什么的样子 所以说同学说 老师 那什么时候是喜欢 什么时候像呀 你要注意 喜欢的时候 它是作为一个动词出现的 往往作为位语 而它和动词在一起的情况下 你看这前面有个B动词了 那一定是一个借词 像什么什么一样 咱们举例说明吧 人生就像块巧克力 我们可以说 life is like chocolate 那么这句话就是主系表结构 你看 这是主语 这是系动词 借词短语 like chocolate 是作为了表示说明语 表明了作者想说这句话 对主语的一个比喻 再看 它像一只龙中鸟 可以说 she is like a bird in a cage 你看 主语系动词再加表语 这种形式 也就是说 like a bird 其实是个整体 它是个记词短语 作为表语 对主语的表示说明 是不是这种比喻 至此 我们以后看到 像这两个结构的时候 应该是都学会了 记住 关键在于like有双词性的这样一个 一个关键核心的知识点 待会要掌握 如果同学们想更好学好英语的话 我推荐同学们学习 难忘的英语语法系统评训 可能这个课程 我录制的有两年之长 可以说是从零基础的英语语法 到语法的毕业 不管你上到大学考研考博 咱们的语法都包含了 从基础的实态 被动语态 以及到咱们三大从句和非谓语动词 以及特殊剧型 强调剧 导装剧 虚拟语气 咱们是都包含 那么语法同学们 千万不要去反感它 因为它算是我们学习英语的一个捷径 因为它是浅词造句的规律 说的再通俗点 就是怎么说话的 你得按照这个规律来走 好同学们 我们继续加油 再见